因為我曾經用一般的吹風機的時候 跑我女兒的那個頭髮 繳到吹風機 她從此痛恨吹頭髮 只要看到吹風機她就會哭 然後都不讓我 不讓我幫她吹頭髮 所以繳頭髮這件事 真的是每一個女生心裡的痛 對 所以意思是說 Lucy跑很快 不是因為單純只有吹風機 而是媽媽選錯吹風機 繳到她的頭髮 她的跑力不是活潑 是逃跑的意思 好 來右手邊下吹風 她其實對我沒有什麼控制欲 她對我的控制欲 完全就只有在我的頭髮 怎麼說 就是她非常非常是一個長髮控的 在這方面很傳統的一個男性 所以她很希望我可以把頭髮留回來 這也是她唯一會要求我的事情 所以我有盡量去做到 所以這一點我會沒辦法接受嗎 我不會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為了我的婚姻幸福 就是值得的 會有設計一個禮榜專區 來啦啦中間再一種喔 來啦中間再一種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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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啦中間再一種啊 那藝人Ella 最近就是有把那個經濟約 就是可能纏稅要給老公管 那這部分妳有這樣打算嗎 因為老公好像還滿想爭取 多跟你相處的機會 妳之前在聯儲上也有說 我覺得這不好 我希望我跟她公司分開一點比較好 這樣子對婚姻的持久度 我相信是會有幫助的 就是當老闆娘壓力很大嗎 一直都很大 因為你必須要為你整個公司的 員工的幸福 還有他們的生計負責 所以我覺得一起來 都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情 但對我來講 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還滿開心的 一切都是可以去克服的